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章 灭盘超越概念 第五部分 没有分别 没有概念 没有牵绊 除了一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之外 佛陀也抛弃了一切细微情绪的二元分别 他不是胜欲于悔 得胜于失 乐胜于苦 高贵胜于低微 他不受乐观或悲观所影响 没有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吸引人 或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 想象我们不再受无谓的赞美或批评所付 而是如佛一般的听闻 只是音声如同回音 或者如同我们在临终时刻的所闻一般 亲人们称赞我们有多美好 可能会令我们有点开心 但同时我们已经不在乎 不受影响了 我们不会再执着于字眼 如同生菜色拉之鱼老虎 你可以想象 如果一切世间的诱惑都不具吸引力 而你能超越各种贿赂或劝诱的话 会是如何 如果能不被赞誉所收买 不被批评所打击 我们就会有无比的力量 我们会极度的自由 不再会有不必要的期待与恐惧 汗水和鲜血 以及情绪性的反应 我们终将能把 我一点都不在乎付诸修行 不去追逐他人的接纳 也不去逃避他人的排斥 才能珍惜此刻所拥有的一切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在想延续好的东西 或者想在未来 用更好的来取代它 或者我们沉溺于过去 意念着曾经快乐的时光 讽刺的是 我们事实上 并未曾真正珍惜过 我们所怀旧的那个经验 因为我们正于恐惧中 忙着攀植于期望 我们像是沙滩上的儿童 忙着堆造沙堡 而圣者 恰如在阳伞下望着我们的成年人 儿童们为了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着迷 为了贝壳和铲子争吵 被拍上岸的浪头惊吓 他们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成年人躺在附近 戳引着椰子鸡尾酒 只是观看着 没有批判 不因为沙堡建得好而得意 也不因为有人意外地踩到烽火塔 而生气或悲伤 他们不像儿童一般地纠缠在戏剧之中 我们还想要求什么更好的证物呢? 在世俗的世界中 对证物最接近的比喻就是自由 事实上 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上 自由的概念是我们的原动力 我们梦想着一个能随心所欲的时空 就像美国梦 在我们的演说和宪法当中 我们把自由和个人权利 拿来像咒语一般的念诵 但是在内心深处 我们并不真正想要它 如果被赐予完全的自由 我们可能会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 来善用真正的自由 因为我们无法免于自己的傲慢 贪婪 期待与恐惧 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突然消失 只剩下一个人 我们可以想见 它有全然的自由 它可以大叫 不穿衣服四下游荡 违反法律 虽然这样的世界不再有法律 也没有证人 但迟早 它会开始觉得无聊 寂寞 希望有同伴 而人际关系的最根本 就是需要为他人 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 因此 如果这位孤独人凶的愿望实现 获得了一位同伴 这位同伴很可能会我行我素 因而有意无意地减损了他的自由 这怪谁呢 当然是这位孤独人凶了 因为他的无聊造成了他的减损 如果不是无聊和寂寞 他可以还是自由的 我们善于限制自己的自由 即使能够 我们也不愿裸体四下走动 或者拿死鱼当领带 去面试求职 因为我们想赢得好感 交到朋友 纵使另类或民族文化 能提供很多智慧 我们也可能不愿碰触他们 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指为嬉皮一族 我们居住在责任和规范的牢狱之中 我们把个人权利 隐私权 持枪权 言论自由等说成重大议题 但我们却不愿意与恐怖分子做邻居 当事关他人 我们就要加以限制 如果他人全然自由 你就可能得不到你要的一切 他们的自由会限制你的自由 当马德里的火车和纽约的建筑物被炸毁时 我们责怪中央情报局纵容恐怖分子到处逍遥 我们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我们免于受到侵害 但侵害者和恐怖分子却视自己为自由战士 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是政治正确的公正知识 因此 当我们貌似外溢的邻居被政府探员找麻烦时 又可能为他抗议 对于不切身的议题 保持政治正确是特别容易的事 但无论如何 我们很可能成为自己政治正确的受害者 各位听众朋友 在正见佛陀的正物当中 为您播出了第四章 涅槃超越概念的第五部分 没有分别 没有概念 没有牵绊 感谢收听 明天再会 她是百变的大师 她是不变的行者 宗萨蒋阳钦哲仁波切 以通俗睿智的语言 退去佛法宗教的外衣 将智慧宝藏的地图 赤裸地呈现在您的面前 亲者全集 由颜庭书音频工作室出品 敬请关注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